鱼说,我时时刻刻把眼睛睁开,是为了在你身边不舍离开。 水说,我终日流淌不知疲倦,是为了围绕你,好好把你报警。 锅说,都他妈快熟了,还这么多废话。 有一位大妈,突然不去跳广场舞了,改为去学游泳,大家都问,你怎么改游泳了? 老人家无奈的说,哎,儿子和媳妇吵架,每次媳妇都问,我和你妈掉水里,你先救谁? 我不想为难儿子,所以就学游泳了。 过了段时间,这小两口又吵架,媳妇说,我和你妈掉水里,你先救谁? 老公回答,我不用下水,我妈会救你大,她会游泳。 媳妇不依不饶,不行,你必须下水。 老公说,那你死定了,我也不会游泳,我妈肯定先救我。 小时候奶奶带我去算命, 依稀记得算命老先生,摸着那灰白的胡须,跟我奶奶说, 辞子命中贵不可言,学业有成,事业有成,一生衣食无忧。 后来呀,我用实际行动告诉我奶奶, 封建迷信是靠不住的。 西洋下,在公园里,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妈推着轮椅。 轮椅上的老大爷对大妈说,宝贝,你真好。 我看到这个画面,感觉好温馨。 于是就走上前去问,大妈,怎样才能保持这一辈子爱呢? 老大妈说,哎,以前呐,她有外遇,一度想抛弃我。 我问,那您是怎么做的? 老大妈说,这不嘛,我把她的腿打断了。 我接着问老大爷,大爷,您得有八十多了吧,还叫老伴宝贝呢? 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? 老大爷说,嘿,别提了,前几年就忘了她叫啥了, 又他妈不敢问。 喜欢的朋友,别忘了关注我哟。